U2高空侦察机绝对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 你光看它的起飞和降落就知道了 为了减重啊 它只保留了几乎下面两个排阵一条线的起落架 那怎么在地面上保持平衡呢 给它组上拐棍呗 就是这幅照片中地勤人员正在安装的辅助轮了 它又被叫做高翘 非常形象有没有 等到起飞时跑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呢 就可以马上把它给卸下了 好吧 可是降落呢 没关系啊 由超跑来伺候 从庞蒂亚克GTO到雪佛兰的科迈罗 再到特斯拉的Model S 车型可以变化 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要在一架抨击式建立飞机 降落时跟上它的步伐了 为此用其中一名机动官的话说就是 你必须要驾驶这辆车在转弯的同时 从零加速到160 才能在U2的尾巴后面做好准备 听上去呢 这是一份相当刺激的工作 也是相当责任重大的工作 因为它几乎起到了U2飞行员眼睛的作用 跟在离地只有三米不到的U2后面 这辆机肉车呢 需要不断的告诉飞行员 它还有多少高度 它的机翼是否水平 它是否与跑道对齐等等 一直要等到U2彻底停稳 这辆保姆车的工作呢 才算结束 可以说从起飞到降落 U2做起来都很不容易吧 而且还是在调节良好的陆地跑道上哦 所以你肯定认为 把U2搬到海面上 让它从既不宽敞 又没有超跑在身后的航母甲板上起降 一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吧 但实际上啊 在什么疯狂的事情 都可能会发生的冷战时期呢 U2已经不止一次的 从航母上起降过了 所以它为什么要把自己 逼到从这里起降 是怎么实现起降的 以及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玩了呢 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 先说原因啊 U2最初的航程呢 大约是在4800公里左右 虽然覆盖的面积已经不算小了 但是在面对遥远的苏联时 仍然是够不过去的 于是它就必须要在海外 找到一些靠谱的盟友 在这里建一座机场 把U2放得更近一些 比如记录在岸的航班 就有从塞浦路斯 法国 印度 巴基斯坦 泰国和韩国等地击飞的 但U2的运营方 美国中情局心里面清楚的很啊 把所有的牌都压在 合作伙伴的手里面呢 是很危险的 有些人翻起脸来 比翻书还快 这在战略上是有缺险的 所以早在1957年 仅仅在U2为他们复役了几年后 就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了 诶 事实证明啊 这种未雨绸缪呢 是明智的 因为在1960年5月1日 苏联人用SA-2防空导弹 成功地击落一架U2 并逮捕了飞行员 加里·鲍尔斯之后呢 为其提供起降服务的 巴基斯坦坐不住了 美巴关系陷入恶化 其他明里暗里的合作伙伴 也纷纷打起了腿堂鼓 诶 不管是从外交 还是从政治层面上 美国的间谍任务 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如果说之前寻找海外机场的替代方案呢 似乎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话 那么在1960年之后 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 诶 关键是怎么做呢 用航母啊 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其实航母的弹性真的很大啊 就在这一年 1963年的10月 美国的弗莱斯特号航母上呢 刚刚才接待过一个大家伙 一展超过了40米的C130 大力胜运输机 诶 既然他都能上舰 还有什么不能上的呢 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呢 中情局就秘密联系了 洛克希特的传奇工程师 凯利·约翰逊 询问这位设计了P38闪电 SR7黑鸟 以及这架U2角龙夫人的 臭油工厂灵魂人物 觉得有没有可能 把他从陆地上搬到航母上呢 约翰逊想了想 嗯 回答说 虽然这架飞机的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但是只要稍加改造也不是不可能啊 吃了这颗定性丸的中情局 决定大干一场 一个代号为白金的秘密计划 也就紧锣密鼓的上马了 计划分为两个部分 飞机改造和任务掩盖 前者由洛克希特负责 后者由中情局负责 前者需要对机身和起落架进行特殊加固 以及装上能够勾住拦组所的违钩 而后者呢 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 诶 它们从NASA那边找到了灵感 虚构了一个叫做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机构 名义上是合作搞科研 但背地里搞的都是些情报 诶 这种故事啊 多了去了 咱们还是重点放到洛克希特那边 它们为航母任务改装的UR呢 被称为URG 第一个改变首先是 增加了更强更重的起落架 以承受着箭式的冲击力 并将刹车距离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 同时在起落架周围 增加了更重的压力舱壁 也是为了承受与航母夹扮时的撞击嘛 接着 第二个明显的改变是 洛克希特把他们为TRV海星喷气教练机 安装的制动尾勾呢 改装到了UR身上 并在UR的机身当中 加入了增强的重量 以更好的承受 当它抓住航母拦组所时 施加在机身上的力量了 然后这个钩子 被一个空气动力学塑料整流罩 给覆盖着 只会在接近航母时才会被丢弃掉 既增加了气动性 也增加了保密性 再有URG还增加了一个 机械操作的燃油喷射系统 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 是可以清掉燃油的 或者是当它正在接近 再有太多舰载机 而无法安全着陆的航母时 变得不那么危险 最后他们在每一个机翼后援的 外侧中部都增加了机械扰流板 可以通过飞机油门附近的开关来启动 在着陆前的一瞬间打开 使U2立刻失速 保证其更加准确的定点着陆了 中情局对这项设计暂许有加 认为洛克希特摸到了 航母降落的关键命门 当然不光飞机做调整就够了 航母上也是要有些配合的 比如用直径为1英寸的 轻型拦柱锁取代了 飞行甲板上常见的标准为 1.5到2英寸的拦柱锁 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 传递到机身上的振动 好了 设计的载号也要用测试来验证 是时候让它上天溜一趟了 1964年的2月 三架改装好的U2机 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们将从一个陆机的简易机场起飞 然后降落到航行在加州海岸以外的 一艘突击者号航母的甲板上 领航的是施飞员鲍勃苏马赫 他之前就已经干过大事了 就是由他亲自驾驶一架 未经改装的U2从航母上成功起飞之后 中情局才因此信心大增的 所以这次势在必得 在先是尝试了几次触地复飞的操作之后 他选中时机 果断地放下钩子 准备着剑了 毫不意外 拦珠所准确地挂到了钩子 但由于力量太大 机尾被拉了起来 使机头冲下 稍稍顶到了飞行甲板上 折断了前面几根测量空宿的皮托管 好在很快就修复了 事后证明 这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而已 后面进行的一系列起飞和拙电测试 都相当成功 甚至在两个月之后 还原地领了一项绝命任务 飞到法属玻利尼西亚的 法国新核实验厂上空 侦查这一相当敏感的目标 任务相当成功 法国人完全就没有察觉 但这却是U2G从航母上起降的最后一次了 进入到1967年 比前一代大了将近40%的U2R 投入实用 它的有效载荷是原来的4倍 航程是原来的2倍 中心局也依然把它改装上了件 而且为了节约空间 还把每根机翼外侧的1.8米都给翻折了上去 颇有长期驻扎的决心 但是决心虽有却动力全无 几个方面 一是部署航母实在太贵了 二是成群结队的航母群本身并不隐蔽 你用它来执行间谍任务不是言二道零吗 30都有卫星了 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还完全不怕挨枪子 用它不是更香吗 所以中情局便放弃海上的U2了 尽管海军一开始想要接盘 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海上情报平台 还改装了一架装着各种各样的吊舱出来 但最后也觉得有点鸡肋 就不了了之了 留下现在只能组着拐杖起飞的U2了 否则它可能还能享受到 人手扶着起飞的待遇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